高雄春天藝術節 來這裡就是春夜這一塊 這次的文化局所主辦的這個 少年歌仔的系列 不管是新生代的演員 二代接棒人大家來講的話 他其實也是個很棒的訓練過程 我們接觸了初階班的孩子 也接觸了進階的 對我來講他們現在都很小 那我覺得很棒的就是 有一句對幫我們這次的配合 對這些學員是非常棒的接觸 可以循著一個所謂科班生的訓練模式 從工底 理生法 護法 這些慢慢的開始培訓 其實真的算密集班 因為我們的時間來講 可能都大概時間很短一週 甚至於像這次只有五天而已 雖然是上課的時候很激動 可是下課看到他們都在練習 我就覺得好欣慰這樣子 實說真的啊 一開始真的不知道什麼叫歌仔戲 因為我小時候是聚校的學生 因為小時候你在學校學的 然後到你出社會要活用這件事情 所以以前也是會有很多 有時候會有很挫折的時候 就回家會一直反省 然後你今天到底在幹嘛啊什麼之類 其實接觸歌仔戲是因為 本來小時候只會看的 然後因為學校做推廣 所以我就進去了 然後後來我也沒想過 我說這個可以當飯吃 本身我自己是學精具出來的 其實就跟現在所有的學員 是一模一樣 我可能比他們都還糟糕 因為我的台語完全一竅不同 我是第一屆蓋希科畢業的 因為我們班的人太多了 資優生實在太多了 在學生時期就幾乎都是 跑龍套啦 然後丫鬟啦 站在旁邊那一種 那因為我以前覺得自己 連演都有問題 可能因為這一次我表現沒那麼好 我可能不能夠站上 可以講話的演員 但是我卻是一個 可以跑起龍套非常漂亮的一個演員 就算他們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可是他們從此以後也會懂得 我怎麼去欣賞戲劇 第一次進到這一行 光一句台詞 就是 這句台詞 背了我一個禮拜整整的 來當老師一生的這四年 我覺得我好像整個人是打掉重練 我以前從來不懂得 舞台上怎麼哭得出來 導演跟我講不行 讓觀眾看到你哭 他跟著你哭 接著戲這樣表演的時候 我第一次覺得我好錯愕 你看到寶川的時候 你看到他你心疼他的感覺 你要怎麼痛在心裡面 我重新學了 唱腔 身段 表情 腳步 手樓 所有演員該具備的條件 就是給他們出接班的期待 然後給進接班慢慢有一點責任 就是說我除了當好一個演員之外 我以後就是一個傳承教師 不管他們的年齡是在哪 從哪裡開始學 只要你有這個心 然後只要你喜歡 你想要學 他都可以做得很好這樣子 7月8號9號 領建少年偵察組 大通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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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